3月16日,少数族异媒体服务机构EMS举行主题为团结一致,我们可以终止大流行病毒专题网络会议。 目前,加州5至11岁儿童疫苗接种率不到25%,这也是儿童感染Omicron激增的主要原因。 来自加州和全国的儿科及公共卫生专家就消除家长对接种疫苗的疑虑和接种的必须性,以及新冠病毒对儿童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等问题进行讨论。 加州从本周开始取消K12学校室内口罩令,但今年前两个半月,儿童新冠感染病例激增,总数已经超过了2021年之和。 加州儿童新冠感染者主要是Omicron的变异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在加州已经放宽疫情管制的情况下,Omicron的变异病毒对儿童威胁将更大。 因此,专家建议,虽然取消了室内口罩令,但学生在教室内还是要尽可能戴上口罩。 新冠可能是一个与人类长期共存的病毒, 今后每年在新冠疫发季节,也许都要接种新冠疫苗。 而长达两年多的疫情大流行,已经导致了人们的松懈心理, 对疫情管控的措施也在逐步放松。 因此,专家多次强调,绝不能在心理上松懈防疫, 同时必须要完全接种疫苗,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终止大流行病毒。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